你佛中的部分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記錄高中的教材 都在幫你複習佛中的一些 你應該要懂的基本思事 我們看到平行四邊形的細節 來請進 請坐 請坐 先看平行四邊形的定義 什麼叫平行四邊形 來你公皮把它畫起來 或者你的蠟皮把它畫起來 兩組對邊分別於平行的四邊形 這個叫平行四邊形 這是規定 這是它的定義 這是它的Dephibition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平行四邊形 你應該要了解 它的一個基本的性質是什麼 來同學請看黑板 平行四邊形四六兩條對咬線 然後他現在跟你說 這兩條對咬線會怎麼樣 會互相評分 而你知道互相評分是什麼意思嗎 互相評分的意思就是 這一段的長度 會怎麼樣 會等於這一段的長度 然後 然後再來 這一段的長度 會等於這一段的長度 那請問你喔 你該怎麼去說明 他們的對咬線會互相評分這件事情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說明 我來問一下喔 19號在哪裡 帥哥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說明 這兩段長度會一樣 這兩段長度會一樣 要怎麼說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說全等 全等 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 同學請拿出你的筆喔 呃 左邊這個三角形 我用黃色的粉筆 畫一個斜線 你的筆記喔 要盡量做得清楚 然後右邊這個三角形呢 我用綠色的粉筆 把它畫斜線 剛才同學講得很好 基本上你只要說明喔 這個黃色的三角形 跟這個綠色的三角形 這兩個是全等三角形就可以 那請問你 你該怎麼說明 這兩個三角形 是全等三角形呢 其實非常簡單喔 請問同學喔 這個角一跟這個角二 會不會一樣 這平行是平行耶 同學角一跟角二會不會一樣 會啊 這個叫什麼角 哈哈哈哈 講清楚喔 這叫什麼角 角一跟角二會一樣嗎 這叫什麼角 要輕一點喔 我都沒聽到什麼角 你說 對 角一等於角二阿 對吧 中學你寫上去嘛 角一 是不是會等於角二 OK 這是什麼角 這是那一錯角嗎 然後再來呢 都學角三會怎麼樣 等於角四阿 一樣阿 角三 是不是會等於角四 這兩個角度也會一樣大 這也是什麼角 這也是那一錯角咩 對不對 好 再來 都學你 有發現嗎 這個AB線段長度 跟這個C珠線段長度會怎麼樣 會一樣啊 對不對 這平行四平行嘛 對吧 兩組對邊分別平行的是平行 這個AB線段長度 是不是會等於這個C珠線段長度 這兩個段長度會一樣啊 所以其實你在國中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嘛 這是哪一種全等 如果按照我現在這樣講的話 這叫什麼全等 ASA嘛 對不對 是不是ASA全等 OK齁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是ASA全等的一個情況 OK好 那既然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那我想就非常明白嘛 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是一樣的 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是一樣的 這非常簡單 所以我想 平行四平行的第一個重要的性質 就是他的對角線會怎麼樣 會互相平分 這件事情非常容易 這樣了解嗎 這是很基本的常識喔 這樣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面那一個性質 他說對角線 平行四平行的兩個對角線喔 會分割等面積的三角形 這是什麼意思呢 同學你看喔 他的兩個對角線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四個三角形 然後他就跟你說喔 這四個三角形的秘跡都會怎麼樣 都會一樣 這四個三角形的秘跡都會一樣 比如說我給他冰號 這個叫一號三角形 這個叫二號三角形 然後這個叫三號 三號三角形 然後這個四號三角形 這四個三角形的秘跡都會一樣大喔 有沒有人要減細一下喔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兩個 這四個三角形的秘跡都會一樣大 壞 我來問你懂玉琳 玉琳為什麼 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 你說 沒關係啊 就說話 就說話 就是玉琳是一個三角形 那他的中間路的底線 就是已經被對切了 對 被對切 這段長度等於這段長度對不對 好 然後呢 然後就是 AC那一條 是底線 好 然後所以 AC已經被平分了 底是一樣高 一直一樣 OK 同底等高的概念嘛 其實同學的意思喔 我猜猜看啦 你大概你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來看這個一號三角形 跟這個二號三角形 同學 其實你很容易可以去解釋喔 這個一號三角形 跟二號三角形的秘跡會怎麼樣 會一樣大 你要怎麼去解釋這兩塊的秘跡會一樣大 因為這段長度等於這段長度嘛 所以 他們的底是一樣的長度對不對 然後 這一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他們的高是不是一樣 如果你從這邊做一個高的話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喔 一號跟二號三角形 他們是什麼樣 是同底等高 他們的頂長度一樣 高長度也一樣 那底層高除二 當然的秘跡就一樣 所以同學 你應該可以很容易去判斷喔 一號跟二號這兩個三角形 他們的秘跡是一樣 那同樣的idea 我們可以把它推廣到其他的部分喔 像這個二號三角形跟這個三號三角形 這段長度不是一樣嗎 他們也是同底對不對 然後你從這邊做一個高 他們的高也相同 所以你從這裡也很容易得到 二號三角形的秘跡 會等於誰呢 會等於三號三角形的秘跡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在黑板上寫的筆記喔 其實有一點簡略 我現在已經不想把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把它寫得很清楚 因為我覺得做筆記是你個人的事情 你不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寫 但是你應該要聽懂 用你自己的方式記錄下來 你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表達的過程裡面 你要能夠用自己的文字 用自己的符號 把你這些概念把它記錄下來 這才是重要的 以前我筆記寫得很詳細喔 那很多學生就有一種不好的習慣 他就是只是複字貼上而已 所以我現在打算換一種教法 就是我會解釋清楚 但是我的筆記可能就不會那麼的仔細 然後我希望你自己找時間 現在先把它寫下來 來 一號面積會等於二號面積 二號跟三號也會一樣 那同樣的道理 同學我問你三號面積會等於幾號面積 會等於四號面積 所以你從這些等號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推論出來 一號等於二號 二號等於三號 三號等於四號 那四號又等於一號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這四塊三角形的面積完全一樣大 一點全面都沒有 完全是正確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對於一個提形式兵型 你要了解它的兩個重要的特性 第一個就是它的對角線會怎麼樣 會互相評分 第二個就是它兩個對角線會分割出 四個面積相等的三角形 這是兩個很基本的常識 拜託請你把它寄下來 而且要知道為什麼 又知道為什麼 好那接下來請同學 翻到地質頁的地方 翻到後面來 地質頁 我們第一次要進入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菱形 菱形很重要 同學這個菱形給它三個讚 我發現同學對於菱形不是掌握得很好 在我過去的教學經驗裡面 有一些同學對於菱形這個形狀 掌握得不是很好 來我們先看它的定義 來用你的菱形籬包畫起來 所謂的菱形指的是什麼 definition 四邊等長的四邊形 它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 菱形是一種平行四邊形 我們如果用數學的概念來寫的話 畫圖有一點像這種感覺 來張學你把這個圖畫上去 這個其實講到一點集合的概念 不過沒有關係 我稍微跟你提一下 來這是菱形 所有的菱形所把它放在一起 形成一個集合 然後這裡外面有一個更大的範圍 數學上把這種東西稱為叫集合 然後這個更大的範圍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叫做平行四邊形 這樣了解嗎 這個東西很簡單 我們把它視覺化以後你會發現 或許菱形一定是平行四邊形對不對 沒有錯 菱形包含在平行四邊形裡面 但是請問你平行四邊形一定是菱形嗎 不一定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反例對不對 有一些形狀它是平行四邊形 但是它本身怎麼樣 它本身不是菱形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這個東西用一個比較生活化的一個解釋就是 而且我問你喔 如果你是小金門人 那麼你一定是金門人對不對 對吧 你知道我在舉什麼例子嗎 我再講一下 如果你是小金門人 那麼你一定是包含在金門人的這個集合裡面 小金門人一定是金門人 但是反過來講 金門人一定是小金門人嗎 不一定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種東西有一種包含的關係在裡面 沒關係 將來我們會把這個東西喔 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關於這個菱形 它有一些什麼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請看到下面的這個第一個重點 我慢慢教喔 來 第一個重點 同學請你用紅筆或者銀光筆把它畫起來 菱形的對角線會互相平分 而且垂直 請把垂直兩個字把它框起來 因為菱形它本身是平行式菱形 沒有問題 平行式菱形的對角線本來就會互相平分 但是它現在跟你說 菱形除了對角線會互相平分之外 而且它的對角線還會怎麼樣 還會垂直喔 這兩條直線的夾角是幾度 是90度喔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同學你都要想想看 為什麼菱形的對角線會互相垂直 哇 好 呃 這個地方我想想看喔 應該要來問誰會比較好呢 嗯 來 我想看喔 來 我來問那個 認識一下 楊琴在哪裡 來 哈囉 楊小姐 我問你喔 你要怎麼去說明喔 它的兩條對角線喔 夾角是90度 如果是你也要怎麼做 要怎麼說明 這兩條對角線啊 它是菱形對不對 菱形就是四邊都等長的一個平行式菱形嘛 這段長度會等於這段長度啊 這段長度會等於這段長度嘛 對不對 好 那你要怎麼去說明這個角度是90度呢 這一件事情你會怎麼做 你要怎麼去說明這件事情 如果是你的話 請說 知道嗎 就大概講一下你的idea 就是你會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這樣就可以了 沒關係 我們換一個同學齁 董玉琳 玉琳在哪裡 是你耶 好啦 如果是你要怎麼做 沒有想法 哪有出現 沒有想法 也沒有想法 其實應該是蠻簡單的喔 我在想喔 可是你只要說明這一個三角形啊 這一個啊 這一個三角形 然後跟這一個三角形 所以你只要說明這兩個三角形是什麼關係就可以 欸你說啊 你只要說明這兩個三角形是什麼關係 是全等就可以嘛 那譬如說我令這個角度叫做θ 令這個角度叫做φ 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個θ加φ十幾度 這是一個平角嘛 就是說在我們心裡面 我們心裡面是知道說 這個θ加上φ 欸這些會唸喔 θ加φ十幾度 是180度嘛 那如果今天你能夠去說明 θ跟φ 這兩個角度怎麼樣 是一樣大的話 兩個加起來是180 兩個都一樣大 那一個不就是幾度嘛 90度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很容易說明 好那接下來請問同學喔 你要怎麼去說明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要怎麼說明 這不是很簡單嗎 同學要怎麼說明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這是屬於什麼全等類型 這一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是一樣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 這一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會不會一樣 有啊 好那他們是不是共用這個邊 對嗎 那請問你這兩個三角形是不是全等 是啊 是什麼樣的全等 這種叫做什麼全等 隨便看都有啊 這叫SSS全等嗎 對不對 對啊 這兩個三角形是SSS全等啊 這很多東西喔 這樣可以嗎 好來請你把你的筆記寫清楚 這一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大 好 菱形的對角線會互相平分而且垂直 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看一下可不可以 欸今天那個放學啊要留下來的 我想想看喔 好上次我們到幾號 10號 上次到10號你確定嗎 上次到幾號 11到10啊 10嗎 10嗎 好到10 那今天就從11號到20號 今天要留10個人下來可以嗎 11號到20號留下來 就放學的時候 可以嗎 可以吧 沒有問題 好 來 導學那接下來我們來談另外一個問題喔 第二個重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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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